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置4800万像素加1300万像素双摄 F1.75光圈支持两倍光学变焦 游戏手机当然少不了RGB 黑刹2分别有背部的logo灯和机身两侧的灯带 可以在播放音乐 消息通知 游戏等场景闪烁 还可以进行更多的自定义设置 机身正面搭载6.39英寸OLED对称式全面屏 屏幕比例19.5比9 额头与下巴部位和魅族16非常相似 还采用了大耳角的设计 搭载第五代屏幕指纹 支持支付宝微信的指纹支付 解锁速度和识别率很接近传统的电容式指纹 而且配合线性马达在按压时有很强的震感反馈 黑刹2搭载最高主频2.84GHz的骁龙85处理器 标配6加128GB内存和4000环大电池 在散热方面 黑刹2采用双区液冷组件 使用更大尺寸的液冷板 在充电时玩游戏也可以很好的控制机身温度 散热更均匀 后盖的玻璃部分可以帮助机身更好的散热 机身侧边有一个Shark键 开启后进入非常沉浸的游戏模式 就算你怎么退出返回也回不到桌面 开启这个按键后 你的手机就是一台完整的游戏机 关闭Shark键后返回桌面 这种一键开启完全的游戏模式让我非常喜欢 完全的沉浸感也是游戏手机和普通手机的区别 在触控方面 黑刹2采用了定制的触控芯片和全新算法 实现了240Hz触控 还有独立的图像处理芯片 游戏时可以开启HDR模式 显示更多的画面细节 吃鸡垒游戏帮你更快地发现敌人 Gamer Studio里可以进行多样的游戏设置 调节性能模式 调整触控灵敏度 音频和网络设置 以及游戏灯效和震感反馈 不愧是专业的游戏手机 黑刹2还支持全程的DC调光 解决OLED的低亮度下 PWM频闪伤演的问题 随着OLED屏幕的普及 这个功能非常建议各家厂商适配 让用户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屏幕的额头与下巴部位 是隐藏式双听筒和双扬声器 不仅可以立体声播放 还可以立体声收音 扬声器的声音大 低音也很强 音频道 黑刹2还使用了4x4MIMO和双频GPS 线性马达部分应该不是iPhone那样的X轴线性马达 但是我用过震感最强的Z轴线性马达 游戏中一枪一枪的震动 配合一闪一闪的光效 会给你一种感觉 这才是专业的游戏手机 因为体验的时间有限 黑刹2的详细评测会在后续更新 这款手机给我的感觉 就是一台非常能堆料的手机 硬件配置很强 不只是骁龙八物和4000环大电池 双氧气 双驱散热 强震感的线性马达 DC调光 240Hz触控也都给了你 很适合爱玩游戏的用户 不过这款产品的用户垂直度很高 适合那些重度的手游用户 整机的质感扎实 但是有些厚重 厚度8.77mm 重量205g 单手握持有些吃力 这样一台堆料堆到极致的产品 你会喜欢吗 我是测平君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经常送手机 我们下期再见